- 老步老步去哪里,这是第一次拍单车影片,不过事实上老步并非新手,公路车加上之前的越野车经验也骑了10年了,只是骑不快就是了。 - 在今年,其实很少骑重机旅行,因为今年很认真的在减重,炫耀一下,我可是足足减了11公斤啊。 - 而能够瘦身关键除了饮食控制之外,最大的注意就是加上骑单车。 - 我还很常听到朋友对我说,老步你四处吃,怎么都不太会胖。 - 其实老步跟大家一样,一个周末就可以胖个两三公斤,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 而且呢,事实上老步跟大家一样一天都是24小时。 - 每天上班、开会、出差、应酬,还有来回住次的接小孩。 - 其实时间也是很忙,很不太够用啊。 - 回扯了那么多,老步你到底要不要讲,你到底是怎么瘦下来的? - 嗯,大家不要急。 - 因为呢,一般人觉得时间都不太够用,包括我也是。 - 我个人的信念就是能够站就不要坐,能够走就不要站在那里。 - 为什么会提到时间这一点呢? - 因为你可能没有完整的一个小时,但不会连十分钟都没有。 - 善用你每天有好几个十分钟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 取代在那边滑手机或是发呆。 - 我相信大家算数都比我好,把三个十分钟加起来就是半个小时。 - 把六个十分钟加起来就是一个小时。 - 所以如果你善用这些零碎的时间,一整天加起来,相当可观哦。 - 好好的善用每一分钟,其实大家都知道。 - 但是能做到就非常的不容易。 - 每天告诉自己,我多走一点就可以消耗多一点热量。 - 多起一点就可以抬掉更多的卡路里。 - 听这一项很多人不懂思考别人在干嘛的,老是觉得别人很闲。 - 其实并不是别人很闲,而是你不懂的时间管理压。 - 生活本身就是不如人意。 - 所以必须要更用心的把握当下记录生活。 - 语义来说,我就是吃个卤肉饭也可以写篇文章。 - 因为踏入店内,我就开始往后时留心观察。 - 用心体会,再将当下的心情透过明智的转换,完整呈现。 - 不仅用心体会佳肴,还可以练习协作训练逻辑思维啊。 - 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单纯的就是吃,吃饱就好。 - 反正达到维持生命系统的目标就可以。 - 但就对我对我来说就是白痴啊。 - 生活缺乏了点缀,这种十之无有乏善可乘的感觉,真心不推。 - 回到减重过程,我这样东拼西臭的骑车,每个月也可以累积三四百公里。 - 当然啦,这对很多专门在骑脚踏车的高手来讲,这个是小菜一点。 - 不过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必须要善用时间,累积起来的公里数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 - 总是好过你什么都不去做啊,是不是啊。 - 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双龙隧道。 - 这个建立于日治时期,也是台十四线的前身。 - 以前你要走台十四线就是会经过这里。 - 这边连续了好几个隧道,其实相当的复古。 - 所以对于老风景有兴趣的这些老屁股们,不妨也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 - 这里的隧道的话,其实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复古啊。 - 隧道,这个很漂亮。 - 目前这里几乎没有车,所以在安全的情况下,不妨可以停下车,放慢脚步欣赏一下风景哦。 - 平常都是骑中机的,今天是骑小白。 - 这边这个还不错呢。 - 这边这个还不错呢。 - 很舒服的秘境啊。 - 在外面其实蛮热的,但是这边非常的凉快啊。 - 很复古的一个隧道,双龙隧道。 - 今天骑的是小白。 - 继续走咯。 - 继续走咯。 - 看完了第一个秘境,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第二个秘境哦。 - 看完了第一个秘境,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第二个秘境哦。 - 这边就可以看到果道六号咯。 - 这边过来的话就是乌溪。 - 前一阵子啊,在那个。 - 国道六号下面啊,做了一堆。 - 产品。 - 囤头啊。 - 不知道干嘛。 - 会变公园吗? - 你看可以从这边开了一条路,然后延续到这边。 - 不知道,不知道要冲车。 - 这个吊桥不高啊,出了舱了一点。 - 所以有空来的话,花一点时间走一走,我觉得还不错哦。 - 好了,这样就走完了我们的吊桥。 - 成功! - 好啦,终于走完这段吊桥,我们也就准备要回到公路去咯。 - 继续往前行啊。 - 回到大马路上,准备带大家去今天第三个景点哦。 - 继续往前行啊! - 街 jail中国已經坐好。 至於你問我怎麼達到的長爐前面敘述的必須要善用時間 像我早上醒來就可以小跑步去買倒攤替代洗機車 順道帶我們家的狗出門 光是半個小時我就可以達到三合一 就是運動加遛狗加買早餐 當然啦如果你沒養狗的話 你還是可以雙管旗下的運動加買早餐 相信看到這裡你一定覺得老屋在耍什麼神經 睡都沒到還有時間到那裡做的 還是部分花風日曬雨淋的那麼早出門 嗯這就是對自己的要求 就像大家常常說沒有頭女人只有懶女人 阿伯也是這樣就算步入冬年也要活的陽光 因為想要跟別人不一樣就得每天都一樣 善用時間使用的粒粒粒靜置 反正以後會睡很久現在少睡一點就是賺到一點 大家一起動起來吧 從這邊轉進去就是今天幫大家準備的第三個景點 也就是洗車的第三個秘境 我們就看下去 這是一條可以騎單車過去的吊橋 放心 吊橋非常的穩固 因為當下只有我在騎這個是非常安全的 不過其實也是蠻刺激的 這個相較前面一個吊橋高很多 而且刺激很多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這個是龍心吊橋 這個吊橋啊機車是可以一步騎過去的 那他最大限重的話是850公斤 小弟我本人呢剛好瘦下來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驕傲 播法 誒 今天當然全部不能播 所以呢 我們就來體驗一下沖吊橋的快感 嗯 小朋友不要亂模仿哦 GO GO 成功 阿天天的聊天差不多就到這邊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康 活得精彩 善用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加的多彩多姿哦 我是老布 如果你喜歡老布的頻道 歡迎訂閱 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